心情非常烦躁,像一颗炸弹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小摩擦,就能立马 嗨,大家好,我是阿维 睡觉是每个人每天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 你是不是有发现 有的时候一整天感到心情低落 整天昏昏沉沉 错起事来一直感到没劲 要不然就是心情非常烦躁 像一颗炸弹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小摩擦 就能立马爆炸 你知道吗 这些现象大部分是因为睡不好而引起的 不相信,你可以看看身边有这种现象的人 他脸上是否带着很重的黑眼圈 脸色也有些憔悴呢 额,如果没有的话 也许他的化妆技术很好吧 那么人每天一定要睡8小时吗 其实8小时只是一个平均概念 大多数人所需要的睡眠时间都不一样 有些人只睡个几小时 一整天活力充沛 但是有些人睡超过8小时 甚至10小时以上 都还是感觉累累的 这是因为随着人的成长阶段的转变 不同年龄成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身材的大小 体重 工作 甚至性别都是有关系的 根据美国睡眠基金会的建议 刚出生至三个月龄的小婴儿 需要长达14到17小时的睡眠时间 1至2岁的幼儿每天需要11到14小时的睡眠 而6至13岁的儿童需要9到11小时的睡眠 14至17岁的青少年就需要8到10小时的睡眠 因为处于青春期的人需要更多的睡眠 但即便如此 一天超过11小时的睡眠时间也会对健康不利 对18至64岁的成年人来说 每天7到9小时的睡眠为最佳 6小时或10小时也行 但少于6小时或多于10小时就不推荐了 而对于65岁以上的阿公阿嬷来说 建议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 但一般上老年人都会比较习惯早起 而且多数都有5岁的习惯 以上只是建议的睡眠时间 有些人的睡眠时间虽然长期低于建议睡眠时长 但是精神却是高于那些依照建议睡眠时长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睡眠时长 而是在于睡眠品质 至于怎么样才是好的睡眠品质 和如何提高睡眠品质 这我会在另一个影片讲解 那想要知道的朋友就记得追踪订阅我啦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按个赞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想要看到更多科学或是心理学小知识 欢迎订阅 也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最新影片啦 我是阿伟 那下个影片见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